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了解了DreamMirror 8的操作环境 战品的建立 我们已经描绘了小屋的蓝图 从现在开始 打开DreamMirror 去做一个简单的图文 混合的界面 为我们小屋天丹家喇叭 在本集课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页面的总体设置 文本的插入与编辑 插入图像 在页面的整总体设置中 我们主要学习两个操作 设置页面的头内容 设置页面属性 下面我们来设置页面的头内容 头内容在浏览器中是不可见的 但是却携带着网页的重要信息 如关键字 描述文字等 还可以实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 如自动刷新功能 鼠标左键 单击插入工具栏中最左边的按钮 单击HTML像 出现文件头按钮 点开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进行头内容的设置了 首先我们来设置标题 网页标题 可以去中文 英文 或符号 显示在浏览器的标题栏中 我们直接在设计窗口上的上方的标题栏 输入或更改 就可以完成网页标题的编辑了 然后我们来插入关键字 关键字用来协助网络上的搜索引擎 提供网页 要想让更多人看见你的网站 这下必须好好填哦 单击文件头按钮 单击关键字按钮 弹出关键字对话框 填入关键字即可 比如我现在想做一个搜索引擎网站 我将它的标题定为我的关键字 这样我们的关键字就设置完 接下来我们插入MDPA MDPA标记用于记录当前网页的相关信息 如编码作者版权等 也可以用来给服务器提供信息 三级文件头按钮 三级MDPA项 弹出MDPA对话框 在属性栏中选拨 在属性栏中选择名称属性 在十文文框中输入相应的值 可以定乎可以定义相应的信息 如果我们输入Copyright 就是版权声明 如果我们输入 就是网页编辑器 先给确定 即可 下面让我们来设置页面属性 单击属性栏中的页面属性按钮 打开页面属性对话框 设置外观 外观是设置页面的一些基本属性 我们可以定义页面中的默认文本字体 文本颜色 背景颜色 背景图像 还有页面的整个的编具 现在我们将所有编辑都设为零 接下来设置链接 链接选项内 是一些与页面的链接效果有关的设置 链接颜色 定义超链接文本 默认状态下的字体颜色 片段图像链接 定义鼠标放在链接上时 文本的颜色 以访问链接 定义访问中的链接的颜色 活动链接 定义活动链接的颜色 下滑样式 可以定义链接的下滑样式 设置标题 标题用来设置标题自己的一些属性 如在左侧分类列表中选择标题 这里的标题指的并不是页面的标题内容 而是可以应用在具体文章中 各级不同标题上的一种标题字笔样式 我们可以定义标题字笔 及六种预定义的标题字笔样式 包括粗笔 写笔 大角 还有颜色 按自己的喜欢风格设置吧 下面让我们来学习文本的插入与编辑 我们要分为四个步骤学习 一 插入文本 二 编辑文本格式 三 设置字体组合 四 文字的其他设置 首先让我们来插入文本 要向JenMiver文档添加文本 可以直接在JenMiver文档窗口中 建入文本 也可以剪接并粘贴 还可以从Word文档中导入文本 用鼠标在文档编辑窗口的空白区域点一下 窗口中出现闪动的光标 提示文字的起始位置 将喜欢的文字素材复制粘贴过来 接下来编辑文本格式 网页的文本分为段落和标题两种合适 在文版编辑窗口中选中一段文本 在属性面板格式后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段落 把选中的文字剩制成段落格式 标题一到标题六 分别表示各级的标题 应用于网页的标题部分 对应的字体由大到小 同时文字全部加粗 另外在属性面板中 可以定义文字的四号 颜色 加粗 加写 水平对齐等类容 接下来设置字体组合 G-8预设组的可供选择字体组合 只有六个英文选项 要想使用中文字体 必须重新编辑新的字体组合 在字体后的下拉列表框中 选择编辑字体列表 点在下列表框 以下列表中添加特体 选择你喜欢的特体 比如方正喵屋 单击这个按钮 单击加号 单击确定 再点开提提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方正喵屋体了 点击它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字体已经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文字的其他设置 文本换行 如果你按Enter键 换行的间距较大 如果我们按Shift键Enter 我们会发现 换行的行宣距比较小 关于文本控格 我们选择编辑首选参数 在这里 我们选允许多个连续的控格 按击确定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按控格键 给文本添加控格了 如果要向网页中插入特殊字符 需要在框节工具栏中选择文本 之后我们单击这个按钮 最后一个 我们就可以向网页中插入三页的特殊字符了 如果你要插入列表 列表分两种 有序列表和无序列表 无序列表没有顺序 每一项前边都以交易层的符号显示 有序列表前在每一项有序号里写引导 在文档编辑通口中选择需要设置的文本 在属性面本中 单击这个按钮 这样你选中的文本将会设置成无序列表 如果你单击这个按钮编号列表 那么你所设置的文本最后变成有序列表 如果你要插入水平线 水平线起到分割文本的排版作用 选择快捷工具栏中的H7ML像 单击第一个按钮 水平线 即可向网页中插入水平线 选择插入的这条水平线 即可在属性面板中对它进行属性设置 比如宽 高 对齐 还有泪 我们都可以设置了 现在我们来学习插入图像 插入图像分为三个步骤 插入图像 设置图像属性 插入其他图像元素 目前互联网上真实的图像格式主要有GIF GPEG和PNG格式 其中使用最美广泛的是GIF和GPEG 在逐购网页时 先构成好网页固集 在图像处理软件中 将需要插入的图片进行图里 然后 存放在占点和目标下的文件夹里 插入图像时 将光标放置在文档窗口中 目前要插入图像的位置 然后 鼠标单击乘用插入栏中的图像按据 现在 选择你想要插入图像 单击确定你可 注意 如果我们在插入图像的时候 没有将图片保存在占点根部录下 会强清这块框 提醒我们 要把图片保存在占点内部 这时单击式按钮 选择本地产品的勾定 将图片保存 图像也可以被插入到网页中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图像主性 选择图像后 在属性片板中显示出了图像主性 在属性片板的左上角 我们会发现 这是我们的图片的塑料图 同时显示图像的大小 宽 高 还有图像的配壁 在塑料图的右侧有一文本框 在其中可以输入图像标记的名称 图像的大小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框高手动改变 是一个极不好的习惯 如果我们的电脑安装了FW软件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旁边的FW按钮 即可启动FW对图像进行作报等处理 当图像的大小改变时 图像栏中的框高也会改变 数字会加粗 如果我们单击这个圆弧形的按钮 会恢复到原始的尺寸 水平边距和垂时边距文本框 是用来设置图像左右和上下与其他界面 原作的边距 边框文本框 是用来设置图像边框的宽度 默认的边框宽度为0 替换文本框 用来设置图像的替换文本 可以输入一段文字 当图像无法显示时 将显示这段文字 单击属性面板中的 居中 左对齐 右对齐按钮 分别 可以分别将图像设置成浏览器 居左对齐 居中对齐 居右对齐 在属性面板中 对齐下达代表框 设置图像以文本的相互对齐方式 共有10个选项 通过它 我们可以将文字对齐到图像的上端 下端 左边和右边等 从而可以灵活地实现文字 与图片的混排效果 在我们单击常用插入栏的图像按钮中时 我们会发现 图像站位图 鼠标经过图像 网航条 Zeroop H7ML 等选项 这些选项做什么功用呢 插入图像站位图 在我们布局页面时 如果要在网页中插入一张图片 可以根据制作图片 而是使用站位图来代替图片位置 单击下拉对网顶的图像站位图 打开图像站位图 随发框 按设计需要设置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输入再插入图像即可 鼠标经过图像 鼠标经过图像实际上有两个图像组成 主图像 就是原始图像 是当前首次插入页面时显示的图像 还有次图像 就是当鼠标指针移过主图像时显示的图像 这两边张图片大小会相等 如果不相等 DW会自动调整 主图片的大小 跟主图像的大小一致 让我们来实验一下 图像 这两张图片的大小是不相等的 让我们单击确定 保存 让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网页 我们会看到 当我们的鼠标经过时 图片会切换 而且这两张图片的大小是一样的 当我们单击一个链接 我们会发现链接颜色四体会变 这是我们刚刚试试的水平线 好了 说了这么多 终于把图片和文本系制作学习玩乐 图片与文本一样 是网页中最强硬的内容 其变化相比较少 更想拍出精致美观的网页 下节课的内容插入并跟写表格 插入不大是动画 可是并不和少的哦 让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审美 技术再耐心继续努力吧 谢谢大家 这节课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